其实去年在首发测试Zen4桌面版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Zen4这代的表现 对于笔记本尤其是游戏本来说是非常利好的 相比Zen3 Zen4的极限性能提升幅度并不能算是震天涵地 但在中低功耗区间下面 Zen4的性能提升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由于桌面版的Zen4比较激进的性能释放策略 让进步巨大的能耗比显得没有那么显眼 但是Zen4其实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其优秀的能耗比表现 AMD终于和老对手Intel一样 把完整的桌面版处理器带上了高性能笔记本平台 那么7000系45HX这个系列也就应运而生了 和Intel的H55系列一样 AMD的HX系列同台式机的CPU相比 除了封装方式从LGA变成BGA以外 其他什么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CCD加IOD设计 同样的核心规格 同样的两CEO核显 不同的是少了顶盖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让它的散热变得更好 核心数量上面则来到了16个大核 与此同时最高频率也来到了5.4GHz 这个在Zen3时代的AMD可是无法想象的高规格 可以说AMD这次卯足了劲 要拿下超高性能笔记本CPU的领域 13代酷睿的H55处理器也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强敌 和桌面版一样AMD这次的HX系列也同样有着 16核 12核 8核 6核的版本 只是在频率和功耗设置方面和桌面的兄弟有所不同 当然我也不得不吐槽一句 AMD这代7000系移动版锐龙的命名实在是太复杂了 三代同堂且不说 这一位数字不同 性能就天差地别 我是真的很担心线下买笔记本的消费者 所以说你购买之前功课一定要做好 其实你想分清楚也很简单 产品型号的第三位数字代表的就是它所属的架构 例如画面上所示 4代表的就是Zen4架构 3当然代表的就是Zen3或者Zen3家了 好了 那么既然规格已经如此熟悉了 我们就来直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吧 这次我们使用的笔记本是来自ROG的摩霸7 Plus超能版 搭载7945HX和RTX4090 散热方面使用了一整块均热板 并且使用了液态金属作为导热的节制 可以说是最适合发挥7945HX的性能配置了 内存方面使用了DDR5-4800 那么为了生产力测试的顺利进行 我们也换到了32G内存 好了 那么测试正式开始 首先CPU的理论性能测试 在Cinebench R23当中 7945HX表现出了统治级的性能 超过35000分的峰值成绩 已经大幅度超过了i913900HX 甚至它也没比台式机3600水冷下 满血230W的7950X差多少性能 此时16个核心的频率都已经超过了4.7GHz 但是功耗也不过128W 比起7950X低将近一半功耗的同时 性能只差10%左右 比起13900HX的功耗也明显来得更低 我觉得这个才是Zen4的正确打开方式嘛 单核性能上 13900HX凭借着稍高的IPC 依然小幅领先于7945HX 但是7945HX这个单核性能也相当够看了 PBO带来的单核加速频率还是相当之高的 这种统治级的性能表现也延续到了Blender的测试当中 在Blender里 7945HX在两个CPU渲染场景里面都比13900HX强出不少 可以说在3D渲染之类纯粹吃CPU全核性能的场景下 7945HX就是目前笔记本平台最强的CPU 在倒比全家桶的测试当中 7945HX可以延续这种强势的性能表现吗? 在PS和AE测试当中 7945HX表现都超过了13900HX 但是在PR当中由于AMD的核显并没有视频编辑码的buff 所以成绩就要明显落后13900HX一些 Media Encoder里面也是由于核显的原因 7945HX也没能够战胜13900HX 但如果你用的是导出时不调用核显加速的达芬奇 那么7945HX会凭借着CPU性能的优势再次取得领先 总体来说 在这部分创作性能的测试当中 7945HX的CPU性能更强 但是英特尔的核显在支持的软件里面可以加速 AMD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要再加把劲 在T-type的测试当中 7945HX的压缩性能小幅落后于对手 解压性能和领先对手不少 那这个可能和4800的内存频率有关 总体来说 在CPU为主的生产力应用里面 7945HX表现出了相当强大的性能 16个大盒带来了相当出色的性能表现 而且比起台式机的7950X 小幅度下降的频率带来了大幅的能耗比提升 我认为这个取舍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7945HX在游戏当中的表现也能够继续延续这个势头吗 要知道13代的H5的游戏性能可是非常强悍的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测试当中会使用1080P和2K两个分辨率 来看看7945HX的游戏性能相较于13900HX表现如何 首先我们先来跑几个对CPU比较敏感的网游 首先是CSGO 现如今的处理器 CSGO帧数都比以往高出的非常多 但是竞技游戏帧数反正永远是不够用的 在CSGO里 7945HX的平均帧数和13900HX在两个分辨率下互有胜负 而1%LOW帧则领先于13900HX一些 看起来CSGO当中它表现不错 APEX当中 7945HX在两个分辨率下的平均帧都要略微低于13900HX 但和CSGO的情况类似 7945HX的1%LOW帧依然还是要稍微高一些的 原神当中 7945HX在两个分辨率下的平均帧比13900HX都要低一些 这次1%LOW帧也没有能够取得优势 不得不说 原神现在的CPU压力是真的很大 你可以看看在解锁帧数之后 原神的CPU功耗会达到多高 而且像R9和i9这样的CPU平均也就跑到100多帧 压力可是真的撑不上效 我们还测试了FF14 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两档分辨率下 7945HX都与13900HX有一定的差距 看来FF14并不是7945HX的主场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游戏中的内存频率是一个影响性能的因素 埃尔登法环里面 7945HX在两个分辨率下的平均帧和1%LOW帧 都很接近13900HX 但依然有一点点差距 霍格沃兹之谊当中 7945HX表现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在1080P下 7945HX的帧数略低于13900HX 但在2K下帧数又反超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霍格沃兹之谊这个游戏 它既是CPU也是GPU 而在4090开启了Dynamic Boost之后 就一定要去和CPU抢功耗 13900HX的功耗相对比较高 显卡就没有办法抢来更多的功耗了 而7945HX的功耗相对比较低 那就能够有一些功率余量去分给显卡 于是就造成了2K下的7945HX明显领先的表现 这也是比较低的功耗带来的另一个优势 而在昇华VG4重置版当中 1440P下两颗CPU的表现差距很小 但随着分辨率进一步降低到1080P 两者的差距也会逐渐被拉大 还是13900HX稍强一点 但7945HX的帧数对于这种游戏的实际需求来说 还是绰绰有余了 总的来说 AMD这次在7945HX的游戏性能上 已经非常接近13代同定位的i9 H55处理器了 并且在CPU和GPU负载同时比较高的游戏当中 7945HX会凭借着比对手更低的功耗 有给显卡更多的功耗余量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对于现在功耗越来越离谱的游戏本来说 这个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既然前面的性能测试里面 7945HX展现出了相当优秀的能耗比表现 我也打算来给它画一个能效曲线 来看看台阶电5nm工艺加持下的Zen4到底表现有多强 除了13900HX以外 我们还给它找到了台式机的R9 7950X一起对比 来看看它的能耗比有没有比台式机的血清更强 事实是7945HX的能耗比真是强炸了 满起状态下7945HX的功耗为128W 而这个时候它的性能比起160W的13900HX也有可观幅度的领先 甚至它可以在13900HX一半的功耗下做到接近13900HX的全核性能 甚至这颗16核的怪兽我们压到标称的55W时 依然可以获得26000分以上的R23成绩 要知道这个成绩几乎已经是5950X开PBO的水平了 Zen4这个能耗比确实是非常有东西 至于Incar这边在55W的标称TDP下 性能已经只有同功耗下的7945HX的60%左右了 看来这台阶电的N5工艺真不是闹着玩的 这个能耗比确实是太强了 我们还尝试把7945HX的功耗进一步降低到了45W和35W 在这两档功耗下7945HX就出现了比较大的性能下降 看来对于16核的7945HX来说 这两档的功耗还是太低了 外置ILD所带来的功耗这个时候更是很难忽略的 这个区间我还是更加期待Phoenix APU的表现 相比较台式机的7950X 7945HX 毫不意外地在各个功耗下都有更强的性能表现 究其根本其实也就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台式机版本的VID主要是为了高频稳定性所优化的 所以说它在跑低频的时候贴压会稍微偏高 其次台式机版本的ILD核心会开放更多的扩展 内存控制器的功耗也会相对较高 这个在比较低的功耗情况下就会显得相对明显了 所以你会看到功耗越低两者的差距就拉得越开 毕竟同样在跑55W的情况下 7945HX的SoC功耗只有4-5W 而7950X的功耗则要来到10W 这个差距显然是无法忽视的 另一个大家一定会很关心的问题肯定是积热问题 虽然笔记本你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控制面量 很难找到两台散热配置完全相同的笔记本 但好在摩霸7 Plus基本上已经堆满了散热 液晶加上均热板 你也真的很难找到比这个散热配置更高的笔记本了 在这个测试当中我会把摩霸7 Plus的风扇拉满 连续运行三分钟R23 固定80W、110W和130W的三档功耗 来看看它的发热情况 与这对比的是风扇拉满的联想拯救者Y9000P的13900HX 结果显然意见了 7945HX在相同功耗档位下 温度的确是要高出一些的 这还是在散热系统占优 用液晶导热的情况下 毕竟7945HX使用的是Chiplet设计 每个心力的面积太小了 热密度很高 所以这个表现我其实并不意外 所以其实所谓肌热问题很大程度上 就来自于Chiplet设计所带来的高热密度 并不是开盖、直触你就能解决的 好在Zen4拥有非常强大的能耗比 80W下的7945HX就已经拥有了接近对手满血状态的全核性能 算是缓解了肌热的影响 相对而言我会更期待IOD和CCD坐在一起的Phoenix APO的散热表现 虽然估计依然不会在对手面前占到什么便宜 但还是应该会比 这种分离式设计要强多了 其实Zen4比起Zen3是有明显进步的 这个进步其实不仅仅是来自于所谓峰值性能的提升 更大的进步其实是在于突飞猛进的能耗比 对于Zen3来说 4.7GHz是一个很难稳定住的高频率 但对于Zen4来说 4.7GHz甚至成为了一个相当节能环保的频率 在台式机这种不太在意能耗比的前提下 13代更高的IPC和频率会带来更高的极限性能 但在笔记本寸土寸间的空间里 有限的散热让Zen4爆发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生产力领先 游戏接近对手的实力让它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凭借着HX处理器 AMD也终于完成了移动端处理器的全面布局 Zen4优秀的能耗比在笔记本平台上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表现相当亮眼 但HX系列由于使用了台式机兄弟的CCD与IOD分离的设计 所以它的散热能力比其单代设计的Intel H5还是有些差距的 肌肉问题会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要交给各位笔记本厂商去给出他们的答卷了 各位迅龙高手之间的过招才是各位玩家最想要看到的 对我来说 7945HX的表现相当优秀 它的出现补齐了AMD移动处理器阵容当中 代表着极限性能的那块版图 生产力方面凭借着16个大核让它难觅对手 游戏方面凭借着优秀的能耗比 也比起上代有着大幅度的飞跃 表现和强劲的对手不相上想 但是内存方面的频率还是没有对手那么高 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戏性能的发挥 这个要想解决的话恐怕只能期待一下X3D版本 另外性价比方面AMD是有着明显优势的 目前发布的几款使用7000CHX的本子 都比对手的定价低了不少 这点我认为甚至比极限性能来得更为重要 这让我更加期待起Zen4架构 单代设计的Phoenix APO 在我看来内将是一颗X86阵营的M1 M2处理器 即将推出的搭载于掌机的Z1 Extreme 更是让我相当期待它的表现 M2的Switch终于要借助AMD的力量诞生了吗? 那么过两天我们就会带来搭载Z1 Extreme处理器的ROG掌机的详细性能评测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对它感兴趣 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给这期节目来个素质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